第八题问的是小麦种子的颜色的深浅 跟它产生红色色素的等位基因 多管有关 假设这些等位基因共有三类 就是ABC三类 那其中呢 大A大B大C是显性 代表可以产生红色色素 小A小B小C就是隐性不产生的 所以你的显性基因越多 代表你红色的那个颜色就越深 大概是这样一个题目 好题目问你说甲猪与乙猪 甲猪是这样子的基因型 乙猪是这样子的基因型 然后他们交配了杂交了 得到的子弹 那看到结果是什么 好A选项没人问 它是多基因遗传的例子 因为多个基因头是控制一个性状 然后B选项呢 甲猪和乙猪夹在这里在这里 谁的色者比较深呢 看显性了哦 1 2 3 4 它有四个显性 四显 那乙猪呢 1 2 3 只有三个显耶 所以显性多者颜色深 所以甲是大于乙的 所以B是答案 对不对 因为甲猪它的显性中有四个显性 乙猪只有三个 显性越多者 红色的色者又越深 所以甲猪的色者是比乙猪深的 因为它的红色色素表现比较多 这是B 所以B是对的 至于像甲乙猪杂交的子弹 颜色色者不可能 是小麦种子的最浅色 好说明一下是什么 最浅色就是全部都是隐性 显性的量为 显性的数目之零显 我叫零显好了 零显 那我们看它的杂交情况 如果今天是大A小A大B大B大C小C乘以大A小A大B小B大A小C 我已经看到答案了 你看到大B大B就知道 它的子弹至少有一个大B 另外大A小A乘大A小A两个位置都不确定 大B小B乘大B大B乘大B小B第二个位置不确定 大C小C乘大A小C而这两个位置不确定 好所以这是A B三个位置 好这边这两个是A这两个是B这两个是C 其中B一定有个大B 所以它不可能零显了 它至少一个显至少一个显 所以这题C是不对的 它不可能是最淡的零显那样子的表现性 它最少就一个显性了 那可能两个显性三个显性四个显性 甚至六个位置全部显性叫六个显性 好所以这题C就不对了 请问这题还有没有问题